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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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部分人都搁在鱼缸里 搁在玻璃缸里 其实玻璃缸里是无法欣赏金鱼的 你看金鱼这个角度 这个等于你现在是俯视在看 金鱼只有俯视才好看 你比如那额头红 看到了吧 只有你俯视的时候它才好看 你看龙颈 龙颈这两个鱼的眼睛 你俯视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两个眼睛 你包括墨龙颈 墨龙颈就是你俯视看的时候 它就是个黑的 就是墨龙颈 但是你要搁在玻璃缸里面 肚皮是白的 它就不好看了 Friendly 有无为证 我想你们眼睛都不在我身上 一定是在这件器物身上 我让你们先看这件器物 这件东西呢 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鱼浅 深浅的浅 我们过去养鱼啊 都说养鱼缸里 尽管你现在的玻璃鱼缸 那是戒也叫鱼缸 那是借用别人的名字 严格说玻璃鱼缸不是鱼缸 我们说的过去的鱼缸 瓦盆 这都属于鱼缸类的 为什么这个东西叫鱼浅呢 它跟我们的金鱼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你们既熟又生的金鱼 每个人对 每个中国人对金鱼呢 都很熟悉 你说这不就是中国的金鱼吗 但是如果往深了追究起来 你一定很不熟悉 金鱼怎么来的 它到底分多少个品种 它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我们要搁在鱼前里去养 严格说这鱼前里是养不了金鱼的 金鱼在这里养不了几天 精心伺候 这鱼也得没了色 如果你不会伺候 它很快就会死掉 那为什么古人用这么一个鱼浅来放金鱼呢 我告诉你吧 它就是为了看 我现在低头看这鲨鱼 这鲨鱼是三个品种 这个感受很好 鱼浅不能生了 生了就不是鱼浅 为什么不能生了呢 生了 你看它就没这么漂亮 过去养金鱼啊 不管是宫廷 还是有钱人 养这金鱼呢 它是在瓦盆 或者是木缸里 木桶里去养 为什么要在瓦盆 或木桶里去养呢 因为瓦盆和木桶里 生胎 生青胎 它周圈的环境呢 是黑的 暗色的 金鱼的颜色要想漂亮 一定要在深色的环境中 在这种浅色的环境中 它会褪色 它会去适应周圈的颜色 比如这个钢很白 它就会适应 那么这个里头的墨龙井 就逐渐逐渐逐渐 就变成棕色 那个红的狮子头 颜色就一天一天的浅下去 所有的鱼 搁在这种浅色的环境里 是养不好的 那么古人呢 发现这一点 他就在屋里摆上这样一个鱼浅 普人早上 趁老爷 没起床的时候 跑到院子里 挑上几条鱼 拿钞子一钞 拎过来往这一放 老爷早上起来 一看这鱼 心情舒畅 到晚上 这鱼呢 就被捞出来了 捞出来以后呢 回到他 自己的那个环境中去 说白了吧 这鱼在这上班 所以他不能伸 他不能伸 他这种感受 这个 你只有亲临其境 才能感受到 这鱼浅这东西啊 没多少年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鱼浅呢 大部分都是清代的 最流行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康庸前三朝 我们都知道 十八世纪呢 康云前三朝呢 是个盛世 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好 那养鱼的人就多嘛 那么这种养鱼的方法 是史上最昂贵 最费人力 最讲究的养鱼方法 我们今天 没有人这么做 所以我说 这是史上最昂贵的一场景 我们把一个乾隆 窦彩的一个鱼浅 搬到这儿 让你们看看 乾隆年间的那鱼 是怎么游的 它是这么游的 那么 我们 这个 拿出这样一个鱼钱 把鱼养进去呢 是要交给你一个 正确的欣赏鱼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俩要打起来了 你打去吧 这个 欣赏鱼 我们今天大部分人 对金鱼的了解 都是去什么饭店吃饭呢 上这个宾馆大堂啊 都可以看到玻璃的鱼缸里 都有这个 金鱼 在里头游来游去 你觉得很美啊 你看着很舒服 其实呢 那不美 那角度不对 这个金鱼欣赏的角度 必须是俩饭的 必须是俩饭的 由上及下去看 这个角度 导致我们的金鱼 成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古人啊 就是真正金鱼的培育 一会儿我们会简单的 去告诉大家 它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 那四百年来 如果有玻璃缸的话 我们今天的金鱼 不是这个样子 都是片状的 所以你看玻璃鱼缸里的这些鱼啊 比如我们小时候 比较流行养热带鱼 是在玻璃缸里 它是你从侧面去看 那个必须你从上面去看 所以我们的金鱼 就成肉滚则型 那么你正面去看的这个鱼呢 热带鱼呢 它都是片状的 你比如最漂亮的就是神仙鱼 神仙鱼身上一道一道的 还拖着那种长旗 但是你从上面一看呢 就一条黑线 改革开放以后 又流行养这个金龙鱼 先是银龙鱼 后来是金龙鱼 现在有红龙鱼 你知道这种鱼啊 都是外来的 它是从这个南美 包括从这个我们的南亚引进的 这种鱼过去是吃的 它不是看的 我早年去这个广州时候 吃过好几回 这猫对这鱼有极大的感情 又吓它一跳 哎呀吓死它了 它一探头 没想到那里有三个怪物 所以吓它这一跳 那么这种金龙鱼 银龙鱼呢 最初它就是个食用鱼 这鱼能长得非常的大 这鱼非常凶猛 它吃肉的 吃肉的 这太有意思了 哎呦 它的紧张啊 那么这种鱼 就是鱼缸里养的金龙银龙鸿 鸿龙鸿龙 你从上面看 如果你俯视去看 它也非常难看 它就是一个片状 那有什么好看的 现在还兴养什么鱼呢 海水鱼 海水鱼五颜六色 各种颜色非常漂亮 但是它也必须是 我们平视去看 不能俯视去看 所以我们人工 中国人培育的啊 这种金鱼 它就是圆的 圆滚 圆滚状 所以它分好几种啊 这个我们简单的说 它有四种 一种是这个草金鱼 就是这个草种啊 就是我们的小红金鱼 跟鲫鱼差不多 一种呢是蚊种 蚊呢 这个必须理解一下 蚊就是文化的蚊 文化的蚊呢 它传书是这么写啊 一个点一横 这么一个圆身子 然后交叉着 圆形的下来 所以你俯视看 这个鱼俯视看 就很像文化的蚊这个传字 所以叫蚊种 如果两个眼睛凸起来 就叫龙种 龙眼睛是凸起来的嘛 对吧 再有呢 就是淡种 圆圆的 这种淡种 没有 往往没有被齐 大类 金鱼就四种 草种 龙种 蚊种 淡种 就这四种 颜色 甭管有多少种颜色 它都是四个种类之内 那么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金鱼的简单的知识啊 了解一下审美的角度 对你提升自己的审美的素养是有好处的 你如果了解了是这样一个观赏习惯的话 或者是这样一个观赏角度 你永远去看那玻璃缸的时候是会不舒服的 你比如我看就不舒服 我说这不是这路子 玻璃缸里你养什么鱼都可以 唯独不能养金鱼 这鱼非常的难养 为什么难养呢 是这金鱼啊 它是畸形 是我们培育出来的畸形 它不是野生的鱼 你从河里弄来野生的鱼你怎么都成 这鱼就不成 这鱼得伺候它 它要不然它得病 它得病它就死了 对吧 过去养鱼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养鱼你到鱼室上买点这个 这个这个欢叫鱼虫市场 买那个鱼食可以喂 现在的鱼食我也闹不懂 说有的鱼食喂完了的鱼特红 我估计那鱼食里都有色素 过去是怎么着呢 捞鱼虫 自个儿有兴趣的自个儿捞 没兴趣的自个儿去买去 捞鱼虫我都捞过 我小时候挺爱干这事的 养鱼捞鱼虫 捞鱼虫怎么捞啊 这捞鱼虫是这样啊 它在水面上不是说 你去哗一抄就有鱼虫了 没那么容易 它是在上面晃 就这么晃 来回揉 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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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完了以后一拎起来看 它底下这沙网里呢 都剩有一红嘎子了 够了 它把它拎起来 从底下解开绳 过大就出了一嘎子 这一嘎子呢 往自个儿的随身带着那个瓶子里一装 到花鸟鱼虫市场能卖钱 那你说怎么买呢 少的 我见过最少的 买二分钱的 买五分钱的 买一毛钱的就算阔主了 但是我没见过买一分钱的 买一分钱不成啊 中国人也不说为什么 你买一分钱的给你打架 你买二分钱以上 二分钱这么一嘎子 找着那个小瓶啊 小罐啊 一装回家了 捏着喂鱼 那个鱼虫很有意思 鱼虫两种啊 一种是很小 很小跟小米似的 往这个水里割 这个红球 通开了 跟放花似的 鱼虫就打打打油 你说鱼虫怎么油吗 鱼虫是 翻跟头的一个油法 就颠着油 就是蹬蹬蹬蹬蹬蹬的油 它不是正经油 鱼就给看你特高兴的 去吃食 还有一种捞鱼虫 比这个有点恶心 那鱼虫就是 到那臭泥沟子里 翻那淤泥去 翻着翻着 就不定哪有一大嘎子 那虫子 红的 你要有密集恐惧症的 你是看不了那事 全是红色的 然后呢 把它捞上来 淘洗 淘洗完了以后呢 一嘎子一嘎子 那个打开看 都有蚂蚁 到这个市场去卖 这个养鱼啊 是个特讲究的事 水温啊 水的干净度啊 这个要换水 这换水不能是整个换 每天换多少啊 水温 这个水温水质什么 都一通讲究 所以过去养鱼的 叫鱼把式 哪有啊 中山公园就有 我小时候啊 每年春天到中山公园 去看 看鱼 看那金鱼 中山公园的金鱼 原来是北京是最有名的 哎呦 它这个有意思啊 我一说到这儿 我就有点激动 我得站起来说 首先你去看它那盆 它大 它有多大呢 最大的盆 从这儿啊 到这儿 这么大 两米直径 一大木盆 这大木盆呢 有这么深 但这么深呢 我们小时候 得这么扒着往里看啊 它底下垫起来离地 这大盆上呢 有一层网啊 这个 它为什么要有网啊 我告诉你 它是防鸟的 这金鱼特南活 它鲜艳 你比如说白的是白的 红的是红的 那鸟看见 一下扎着 就把它给它吃了 所以它上面 这有一层网 防鸟 然后呢 还盖着竹帘子 盖竹帘子为什么呀 防太阳 这水啊 要往死了晒 能快晒开了 那鱼就成鱼汤了 所以必须得盖着 盖着呢 又不能盖死了 必须是 那种竹帘子 中间有缝隙的 这种有缝隙的竹帘子 往上盖 这阳光一下来啊 里头是斑驳的 这种感觉特别好 当然当时的 除了中山公园 其他公园啊 北京市公园 差不多的 像颐和园啊 北海这个 都有啊 都有这个观赏鱼 可惜这些年 可能越来越少了 我估计现在还是有 也可能是我这 自由大的 不怎么去看了啊 原来我特喜欢看这事 那么 这个 这个公园养鱼啊 是解放后的事 解放后呢 这个是 你看啊 你看啊 咱这个 这个 中山公园 原来是设计坛嘛 这边这个 太庙改成这个 劳动人民文化工 劳动人民文化工 也有 也有这个 养鱼的 它是给老百姓 提供一个乐趣 最早这东西都是 宫廷里养的 这个 大户人家养这个鱼呢 是一个 过去生活的一个标配 过去生活是一种标配 它这种 瓦盆啊 木盆不太好弄 你知道木盆 为什么不好弄呢 这个木盆 必须是摆木的 它水越泡 它就越紧 过去我们小时候 每家每户都有那个木盆 这个木盆呢 它不怕水 水一泡 水越泡 它就越紧 越紧 它就越不漏水 但是一般人呢 它冬天你不养了 它就干了 一干那盆就松了 一松它就漏水 漏水到 夏天还得紧它 就特麻烦 所以就使用瓦盆 我最后一次 用瓦盆养鱼 是我算了 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在这个 我们 博物馆的一个 家具库房里呢 养了几缸 这个鱼 那个瓦盆都是老的 那时候有人送 从乡下往上送 也没多少钱 我也记不住多少钱了 就那瓦盆买几个 然后搁上水 搁上那个底下 还铺上沙子 栽上水草 养上鱼 特高兴 那时候养鱼的时候 突然出一种东西 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就是那个过滤器 加养的 其实养鱼不需要加养 它只要 不超过一定的量 它就没有问题 你像这个里头 这么大 刚养三条鱼 没问题 你养五条鱼 肯定就出点问题 你养十条鱼 你就等着死 不是你等着死 那鱼就等着死 那么这种瓦盆呢 我当时就养了好几盆 我就搁了一个加养器 这加养器是这样 它这边加养 它那边就得冒水 它就在水在里头 就这么搅和着 所以你一看加养 加养是不能观赏鱼的 因为你一加养 这水就晃动 晃动看鱼 就没有静态地去看鱼 好看 加养的时候 它那个出水口 就冲那沙子 沙子就带动地在那 做圆周运动 你知道什么叫水滴石穿吗 就是突然有一天 我去的时候 呦 这鱼啊 这鱼全死了 都干死了 那水都没了 我说呦 这水哪去了 这个沙子带动地 就是不停地磨这瓦盆 这瓦盆底下呢 就是冲水的那个地方 就哇 大概有个一两个月啊 给磨穿了 磨穿一个洞 水就全流光了 这鱼就死了 我估计啊 这鱼 头天夜里骂了我一宿 说这人不怎么地 咱们愣给咳死了 所以 这个 那是我最后一次 用瓦盆 养鱼 后来就再没养过 这又一过 一晃 至少二十年就过去了 我们过去 过去这养鱼啊 是有专业的 北京 南城 往南边有一个地方叫金鱼池 那金鱼池就是养鱼的地儿 那个金鱼池呢 是晚明开始形成的 晚明 就现在说的早 说金元时期就有了 金元时期那个养鱼 就没那么 就是没那么这个普及 这个明代以后就比较普及吧 明的时候呢 这个生活都变得比较好嘛 养鱼就开始 其实我们的金鱼 真正到明代的时候 尾巴才开始分叉 这个非常重要啊 你看明代以前的文物 它再画什么鱼呢 鱼就是健康的鱼 就是鲸鱼 鱼就叫金鲸鱼 这个明代开始 那个鱼开始分叉 分叉是仨叉 我们现在看的好金鱼 都是分四个叉 所谓蝶尾 就像蝴蝶一样的尾巴 那是清代乾隆以后 逐渐出现的 那么在这个南城的 这个金鱼池这呢 它就是一个旧水农田 然后有田梗一块一块的 星罗旗布似的 有这个很多个养鱼池 这种养鱼池呢 就是供应这个皇城的 首先是供应皇宫 其次是供应贵族 再有就是百姓 百姓呢 就是养那种小金鱼 所以过去吆喝生 北京的吆喝生中 有专门卖小金鱼的 它为什么要卖小金鱼呢 就是达官贵人 有达官贵人的享受 你比如金鱼池那时候 还有人专门修亭子 还有人荡周去 那么穷人也得有穷人的 普通百姓也得有普通百姓的乐趣呢 那就养小金鱼 我告诉你 小金鱼比大金鱼好养 它便宜呀 所以就卖小金鱼呢 就形成了一种风尚 这种风尚 至少在北京存在了四百年 从晚明到清代的 这个康云前三朝 到清晚期到民国 一直到解放后 解放后呢 胡同里啊 都经常有卖小金鱼的啊 那个一直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 这种卖小金鱼都没有这个结束 那拿一个这个桶 最后拿着小钞子 你挑吧 一毛钱三条 一毛钱两条 自个儿家里这个 家长给孩子一毛钱 买两条小鱼回来 拿一个碗养着 每个人都有养鱼的情节 鱼好看啊 在中国文化中啊 首先鱼啊 是这个谐音啊 咱先说 它富裕啊 这个 其次呢 是鱼多子 中国人认为多子啊 都特别有意思 多子多福嘛 所以这种 卖小金鱼 实际上是 这个当时北京社会的一种 百姓之间的生活 多一个调剂 它这种小金鱼 没有人能养多长时间 养些日子 它就死了 那么贵族就不是了 贵族这养鱼呢 就是专门有人送家里去 送家里啊 各个品种都要有 就是颜色也要有 这鱼的颜色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 这鱼啊 就撒色 第一是黑的 第二是红的 就是金色的啊 为什么叫金鱼呢 最初就是金色的 第三是蓝的 这个蓝你注意看 现在你买那个 你吃那大草鱼鲤鱼 它中间有闪蓝光 鱼的本身就这三色 这三个色的 不停的调整 变异等等 除了你看了 各种各样的这种 你看了各种各样的 这种鱼色呢 实际上都是这三色来的 那我们养这个金鱼 养了有多少年呢 这个历史很难考证 一般的说法呢 就是它跟佛教 有很大关系 佛教呢不杀生 对吧 有放生的这个文化 我们到现在 很多人都是拿鱼放生吧 就是一般的来说 在西晋的时候 寺院就开始养鱼了 那寺院养鱼呢 就是鱼塘 就是池塘子养鱼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尤其到了南宋 赵沟的时候呢 他在寺院养鱼 就开始池养 什么叫池养 就开始 弃一些人为的池子 去养鱼 这种这时候养的鱼 都是金鱼 为什么叫金鱼 它不叫红鱼 它就不是红的 它就是金色的 早期的鱼没这么红 就是寺鱼 我们今天看到 无论多少种 现在金鱼据说有三百多种 它跟这个我们吃的寺鱼 都是亲族关系 它跟其他鱼都没有关系 跟你的中国四大河鱼 李贵连庸都没有关系 但是跟这个鲸鱼有关系 所以金鱼长不太的个儿 就是这么大 据说能长特的个儿 我也没见过 就是一般都这么大 就算大的了 那么这个从西晋 经过唐 唐代都不普及 为什么不普及 你去查唐诗里中 唐诗里只要一说到金鱼 一定跟这金鱼没关 是跟它身上的鱼腑有关 跟它那金鱼带有关 这个唐诗的时候 这个官员是靠这个东西 靠颜色来区分 你的官员的这个几品 你比如紫色的衣服 三品以上的都是金鱼带 那么五品到四品 都是银鱼带 就是它颜色都不一样 来区分你的身份 就跟明清又靠骨子 一看秦类的都是文官 一看寿类的都是武官 等级很森严 对 唐诗时候 你去查这个文献 唐代的金鱼 相对来说 它还是半野生状态 我们刚才说 这个西晋开始养这个金鱼 它都是半野生状态 虽然被人给圈在那 它是以野生的那种放养 到了宋代 它基本上算人养了 因为它弃池子 孙波去杭州做官的时候 就到西湖去寺院 他专门还写了这个关于这个鱼的诗 他写的这个诗呢 就说这个我食难平金鲸鱼 你看他说的很清楚 金鲸鱼 金鲸鱼今天还有荷包礼 大红荷包礼 也是江西的 好像浙江 江西的河包礼 现在都是一个一道名菜 大红红的 那肚子特肥 这种鱼呢 我记得我是到物园到哪 我就看见过 那时候还 就餐厅里就专门就是 就是烹调 这是一道名菜 但是你知道 这个咱吃鱼啊 吃惯了以后 冷不丁地吃一个金鱼吧 心里不是太接受 所以这金鱼能不能吃 能吃 跟你那鱼没什么两样的味道 能吃 我不说我吃过银龙鱼 一样的味道 只不过你作为观赏鱼的时候 你吃的时候心里别扭 那么到了明朝啊 到了明朝以后呢 晚明呢 开始就盆养了 你看它进化 从那个池塘里 到这个人工的养鱼池 到盆养 这是一个变化 那么盆养呢 最初还是在室外养 这时候由于盆养 盆养的空间小啊 这鱼 体态就发生一变化 什么变化呢 油瘦变胖 尾鳍变多 油速降速 油慢了嘛 胖了 你想胖人一定比瘦人 跑得慢嘛 是吧 让他慢慢的油 喜欢这种拧来拧去的感觉 你看这鱼啊 自然界的鱼 都是滋溜滋溜的油 是吧 这金鱼可不成 这金鱼要滋溜滋溜的油 你看着它渗得慌 它一定是拧巴着 来回拧 就有点像这个戏剧的卖台步 我没有这个别的意思 就是说它得在这个表演 这个金鱼有点表演性质 你想你唱戏的时候 你真跟你上班的时候大不流行的 你这舞台有多的个儿 你应该一会儿就走过去了 所以它在那慢慢腾腾地迈着方路走 它是要表演 这金鱼就有表演的功能 那么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时候 当时有一个养鱼的人很有名 叫金鱼徐 你知道中国的品牌到清代以后都叫半个 什么叫品牌叫半个 你不是养金鱼的这人叫徐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他叫徐什么 他姓徐就过了 叫金鱼徐 你看北京 烤肉计 这姓计的 开一个烤肉店 叫烤肉计 所有的清代以后的品牌 大致都是这概念 就是半个品牌 就是一个姓人就够了 那么这个金鱼徐 它养鱼 不仅会养鱼 它主要会培养鱼 我们的鱼 全部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培养的这么好的鱼 你千万不要去捞它 我看你看这个猫的姿态 这完全太生动了 这怎么这么生动了 我告诉你 他能给捞出来 他动作可快了 他有时候夸的一把就出来 行了 差不多一等 这个当年这金鱼徐 就是护送这金鱼入宫 所以皇上就说 说这人养的鱼好 就说这是国宝 所以这金鱼徐 每天还要送鱼虫 是吧 皇上专门刺的一腰牌 你说什么叫腰牌 出入证 让他出入自由 免去各种麻烦 你拿出证一来 金鱼徐一来了 那么我小时候是北京长大 尽管在部队大院里 但是我的姥姥在北京的大胡同里 我们每次走过那个漫长的大胡同的时候 对那个胡同的那几个景色 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这个景色是活的 你知道你想想一个卖小金鱼的 挑着他那小金鱼 然后蹲在他那地上 孩子们拿着家里吃饭的那碗 给一毛钱 换几条 然后还挑来挑去 这挑来挑去是一个乐趣 你知道吗 所以那种景色特别符合北京这种调性 今天的胡同没啥调性 这胡同也都干扁 停得到处都是汽车 然后拥挤不堪 这北京的胡同失去了过去那种静谧和和谐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社会缺这种雅性 对美这种追求 丧失的时间太长 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时间 把它慢慢培养过来 一般说你金鱼 有多少人知道这金鱼应该这么看 没有多少人知道 大家觉得这个金鱼搁在玻璃缸里 没什么难看的 我告诉你它就难看 为什么难看 你去看看那个墨龙井 那个墨龙井 你这么看就是一条黑鱼 所以叫墨龙井 你看看望天 你看看帽子 你看看额头红 你看看这些鱼 它这个角度都是好看的 但是你把这墨龙井 往这个鱼缸里一放 就那玻璃鱼缸里一放 肚皮是白的 它不可能是一条纯黑的鱼 对吧 你看望天 尤其那水泡望天 你在上面看这俩大 大眼睛 忽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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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侧面一看 低的嘟嘟一块 不好看 所以一定要知道 审美是有角度的 我们今天生活好了 大家居住的环境 相对来说都比较宽松 就很多人愿意在家里养鱼 养鱼除了文化上的需求 我们说了从文化的角度上讲 它代表富裕 再有呢 它可以使你心情很松弛 我有时候特别愿盯着鱼缸里的鱼去看 你比如我在哪看着鱼 我都一定看一会儿 但是我现在没有机会这么看鱼 这只好我们博物馆有一个景 你可以看一看 它是利用镜子的折射 让你改平视为俯视 那我们今天的社会 就是对这种美的欣赏 一定要知道欣赏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我们以鲸鱼而言 俯视决定了它的生存 换句话说 中国鲸鱼 名阳四海 在全世界名阳四海 一个非常独特的观赏鱼 是俯视这个角度决定的 我得不得讲半天 就是让你们知道 我们中国人培育了上千年的鲸鱼 到今天你应该怎么去看它 今天就说到这儿 这猫还算很给力 大家好 我是天香 那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以后的节目中 大家终于再也不用看到 我打断马爷说话了 我也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 从头到尾 认认真真地 听马爷讲故事了 但是呢大家以后还是可以在官父帽 这个环节里看到我 那官父帽啊就是我们把 马爷从天南地北淘到的好东西 还有马爷生活中 他自己喜欢用到的小物件呢 都拿在里面 大家可以也把它带回家 拥有马爷同款 那今天呢我们的官父帽里 要先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杯子啊 可能眼前的观众早就看到它了 因为马先生在节目里呢 一直用的就是它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杯子 我就特想问马先生一个问题 说您这是一个茶杯呢 还是一个盖碗呢 那其实这是一个主人杯吧 我们说它一杯一盏嘛 那家里来客人的话呢 主人用独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品名杯 和客人不一样 那这一下这个X哥不就上来了吗 那我自己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叫 五福四海 您看这儿有五只蝙蝠 还有这个四片海 那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 蝙蝠可以说一直是好运的象征 因为它和这个福气的福是谐音嘛 那我们常说五福临门 所以在清明时期 尤其是清代啊 就常见这种五只蝙蝠的图案 像什么五福盘啊 那它一定得是五只 而不能是四只 那说到这个五福 它到底是哪五福呢 其实上书中就早有记载 这五福呢 一是长寿 二是富贵 三是康明 我理解就是不仅身体要健康 而且内心呢还得安宁 四叫优好德 就是您的心性得仁慈 要有好的品德 最后一个叫考中命 也就是说最终能够安详的离世 那这五福啊都有 其实是挺难的 尤其是最后这考中命 您富贵一生 最后呢还得有一个好的收场 这个可是不容易的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也就是说最终能够安详的离世 最终能够安详的离世 最终能够安详的离世